一百五十年前的达尔文与女性,如此鲜活,而又如此神秘。 在这场引人入胜的展览上,你会一次次地发现, 诗版摄影法能够如此精准地捕捉人物神态,让他们看起来如此鲜活, 仿佛就在我们之间,就在此刻,比如一百五十年前拍摄的达尔文笑象, 艺术摄影的诞生,维多利亚时代的巨人展览,近日在英国国家校相馆开幕, 展览赶出克莱蒙蒂娜·蒂娜·朱利亚·玛格丽特·卡梅隆, 朱利亚·玛德瑞德·卡梅隆,等四位维多利亚时代艺术摄影师的作品。 这一时代的英国,一批先锋摄影师,开始自称艺术家, 他们真实地捕捉人的神情甚至思想,让他们的自我意识得到流露, 摄影超越绘画,而成为最振奋人心的艺术形式。 另一方面,哈瓦登与卡梅隆作为女性摄影师, 创作了大量肖像照,照片中的人物无不展示出最真实的状态, 比如哈瓦登镜头下的女性,看起来往往是女性主义的, 又有一种令人捉摸不透的神秘感,这些颠覆性的作品在当时几乎史无前例, 或许正因如此,维多利亚时代艺术摄影的诞生和兴盛, 也被认为是女性凝视的一次胜利。 两个女孩并排站在从窗外射进来的明亮阳光下, 一个女孩看向阳光,似乎有些恍惚, 另一个朝向我们,双手交叉, 她看起来像是在对抗或挑战什么, 这是一幅大胆而现代的图像, 这两个女孩是妇女参政论者吗? 又或者,这是来自彭克时代的照片, 都不是,这是Isabelle Grace和Clementina Maud, 小相照,她们的母亲, 克莱蒙蒂娜哈瓦登夫人, Clementina,Lady Herwarden, 于1863年至1864年间完成了这张照片。 当时,作为永久记录图像的摄影技术, 诞生仅25年, 虽然有关照相机的实验有更长的历史, 1851年,Frederick Spardacher发明诗版摄影法, 为这一年轻的媒介, 带来了革命性发展, 通过将玻璃底片浸在硝酸银中, 从而拍出像哈瓦登的这张照片那样锐利, 清晰,明亮的图像, 这种技术令照片变得不可思议, 在这场引人入胜的展览上, 你会一次次地发现, 诗版摄影法能够如此精准地捕捉人物神态, 让他们看起来如此鲜活, 仿佛就在我们之间, 就在Isabelle Grace和Clementina Mode的肖像照, 照片的四个角有明显磨损, 但内容依然清晰锐利, 这是朱莉亚玛格丽特卡梅隆 Julia Margaret Cameron在1868年时拍摄的查尔斯达尔文, Charles Darwin, 大约十年前, 他发表了让自己声名牢籍的物种起源, 达尔文一家曾租下卡梅隆, 位于怀特岛的房子来度假, 于是, 他抓住机会, 为他的子孙定格了他的照片, 和卡梅隆其他的作品一样, 这张照片具有开阔感, 同时又有丰富的细节, 让达尔文看起来像是被保存在硝酸银液体中一样, 你能看见他眼里的光, 深色的瞳孔从他的浓眉下抬起, 他看上去似乎在沉思, 在类型, 当达尔文为维多利亚时代照相机漫长的曝光而保持静止时, 他在思考, 也许他所沉思的是自己下本书中将要发表的人类的进化理论, 查尔斯达尔文, 朱利亚·玛格丽特卡梅隆摄于1868年, 这是他真实的眼睛, 周围的光线也是真实的, 这并非意识家的印象, 从摄影诞生开始, 他和传统艺术之间的关系问题, 一直悲受关注, 因为摄影是通过化学反应来记录图像, 19世纪40年代的先锋亨利福克斯塔尔布, Henry Fox Delbert, 将这种创作新图像的方式称为大自然的铅笔, 因为自然似乎因此可以摆脱他的艺术印象, 这个展览的主题在于, 到19世纪60年代, 一群运用诗版摄影法的英国摄影师, 开始自称艺术家, 并试图展示这种新媒介真正的美学力量, 他们斩钉截铁地生成, 哈巴登, 卡梅隆, 以及出生于瑞士的英国摄影师, 当日艺术家, 更是互相分享思想, 比较图像作品的朋友和敌人, 他们应该被视作具有自我意识的先锋, 雷兰德曾祈求意大利英雄加里波蒂·Garibaudi摆姿势, 却被拒绝, 震惊之余, 他将自己打扮成加里波蒂的样子, 然后拍了一张自拍, 聊以自我安慰, 备受争议的照片作品, 两种生活。